生殿的鳳梨現在等到時 大家聽聽吃鳳梨 但是可能沒機會親手去替鳳梨 婚姚學院為了提供新郎教育農村秀入行 今年跟農行社合作 推出鳳梨產探社教育秀入行 讓來自都市的小朋友親手替鳳梨 體驗農村秀外的儲備 來自新北市行業中後的動物 在婚姚學院臨完大項集合 來到鳳梨行 親手替鳳梨 婚姚學院為了要來自都市的小朋友 可以體驗到農村文化 特別跟你鄉下來合作 基板農村體驗的活動 婚姚學院中幹事表示 婚姚學院是因為在北瓜山區 這些土地非常賞鳳梨 今年因為氣候的影響 婚姚學院的品質是特別好 整款用新北市行業中學的動物 來稿混沌 體驗不然婚姚學院的儲備 而且因為婚姚學院有市 所以農民也很大心 將婚姚學院的婚姚學院賣掉 讓他們來這裡的時候 可以不用擔心 讓市去撒掉 我們今天特別帶到了新北市 橫藝中學的國三生 畢業生來到我們分圓的鳳梨田 採鳳梨 讓學生體驗到什麼 叫做農遊體驗 因為採鳳梨這個活動真的是很難得 因為我們農民要特別把它的葉子 除掉才可以讓我們的學生們 走到鳳梨田裡面 體驗採鳳梨的快樂 鳳梨的辛苦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他們平常吃到很簡單 隨手可以吃到的鳳梨 原來要種在什麼地方 然後也這麼辛苦 也很刺 然後也要戴著手套 然後拿著鐮刀 去一顆一顆把它們割下來 然後我們也保持著 私農教育的體驗 跟我們這次旅行社的配合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農作有多麼的辛苦 有多麼的趣味這樣子 讓他們體驗看看 因為買鳳梨也是需要技術 所以拿回特別加東俄買鳳梨去腳 才能保留鳳梨的鼻鼻 以前沒有採過 沒有 採過鳳梨 沒有 什麼地方來的 我從新北 新莊 新北 新北市新莊出 怎麼會來這邊採鳳梨 就國山的探索 所以以前沒有玩過這樣做 為什麼採鳳梨 怎麼採鳳梨 我們是 就是因為要採索活動 直升完要採索活動 所以在這邊 以前沒有採鳳梨嗎 沒有 有試過鳳梨沒有採過鳳梨 沒有 沒有 為了要提供這項活動 分農鄉鳳梨也幾個一顆 農村體驗收入行的活動 有興趣的鄉親 都可以向鄉分向鄉鳳梨 提供報來順問 新朱華新聞 北邊臨分行 蔡宏報道